好 灿儿你还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吗 妈妈 辛苦了 妈妈 我长大了照顾你 在你们登场之前我特别担心 生怕看到了一个 本来就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的背后 是一个小女孩为了生存 伴做了一副希望大家喜欢的样子 但是刚才我看到的灿儿 还有何老说的话 打消了我节目一开始最大的原因 我看到了一幕并不公立 也不让人觉得有作秀嫌疑的 真情流露 真好 谢谢你们